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想到田富珍反当 都拭摸年代了 并说 我还没长大了 结婚不是想要就可以 事后田富珍收放笑说 我还以为还在过农历年啊 大家回去常备都会问 我以为遇到亲戚 姑姑之类的 校术家中亲戚不会问他 反而被媒体问婚事 之前田富珍不小心感冒 校术全因为自己太嚣张 因为和妈妈分不时尽喘口 我这个人没有在感冒的 不料到哪久生病 校术因此得过注境遇生活 不但吃东西 有禁忌 还得禁开LLA大儿子金宝 田富珍出席许晗工艺活动 记者班上堂社 田富珍出席许晗工艺活动 记者班上堂社 搁出席许晃工艺活动 听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